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 爭霸隊22分隊 透過分析165反詐騙平台 發現許多被害人在臉書平台上購買二手名牌包 遭受詐騙 經過深入追查發現 犯行是在臉書平台上的商品社團 柏文販售二手名牌包 還有一些新冠肺炎的快篩試劑 那多名被害人 經過發現他的低價吸引他們下單購買 那當匯入他的提供的帳戶以後 卻沒有收到商品發掘遭受詐騙 經過深入追查犯行自110年12月到110年5月之間 他先洋裝在臉書上洋裝買家購買二手的名牌包 然後在取得賣家所提供的一些照片 以及購買證明以後 再利用女性的暱稱以及盜取一些女性的照片 在臉書的平台上申請數個帳號 然後發文來賣這些熱銷的產品名牌包包 那最近近期又趁新冠肺炎試劑缺貨之際 那洋裝能夠從國外進口這些快菜試劑 然後以低價策略來吸引被害人來購買 那我們經過追查發現 總共多達42人以上的被害人 遭詐騙金額高達新台幣279萬餘元 那專業小組經過層層的分析、比對、收證 才鎖定了住在台北市萬華區的陳姓男子設有重嫌 那在追查發現陳姓男子分別遭北檢、北越 以及新北檢等多個司法機關通緝在案 那他為了躲避警方的查契 那查差不多兩三天即更換一個住宿的一個旅店 並使用他人的證件來登記住宿 那警方為了追查他 那揮軍北上啊 然後經過地毯市的搜索 還有查訪西門町的各大旅館 終於鎖定陳姓犯嫌落腳的地點 那立即向台北地院以及台北地檢 申請搜索票以及駅票 一舉將其查獲到案 那查扣了手機、筆電以及新台幣25000餘元 那全案一訊後 依詐騎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檢署來偵辦 另外警方在此呼籲民眾在臉書平台上購買商品 或者在LINE的地方購買商品 切外要謹慎小心 如有任何相關詐騙的訊息或者資訊 請立即撥打一六反詐騙專線來查詢跟查證 以上謝謝